因新冠肺炎影响,香港日前出现口罩荒,市民为购买口罩大排长龙。 为缓解香港社会口罩供应紧张问题,香港工会联合会开设口罩工厂,希望帮助香港打赢防疫战。 香港工联会荣誉会长陈婉贤,2月17日表示,口罩工厂建设进度迅速。 1月31日,工联会决定在大部工业村建设口罩工厂。 目前厂房、物料、人手已经准备就绪,建设陆续完成。 工人大部分是义工,他自己也是义工中的一员。 在3月底全自动口罩生产机到货之前,工厂会先采取半自动化生产方式,最快本周内完成装置开始投产。 初步估计月产10万个口罩,每天可生产口罩3000至4000个。 因为我们从31日有idea,觉得要做这些帮回整个香港,做了多少帮香港人。 我们厂房的设施开始陆续,在香港我们做一些装核物等等。 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何启明表示,口罩工厂里的义工们都是义务工作, 当中有场地管理人员、机械师等非常踊跃地报名参加, 给予了团队非常多专业的建议。 工厂会正在向各大企业筹钱,未来口罩生产出来,会免费派发给香港基层市民。 我们为什么要筹钱呢?因为我们的口罩是不打算买的, 我们会打算全部都是派的,当然我们是会给,刚刚涵姐说, 是会给长者,给约细社群,给前线员工,给一些有需要的人。 当然我们的产量我们会在一个月之后都会提升, 那我们都是一样,我们筹钱就是希望拿来给钱去买材料, 去准备口罩给他们。 香港口罩供应商李国敏表示,疫情爆发以来, 自己公司的口罩销售速度增加了100倍以上, 目前市场上的口罩价格也翻了10至20倍。 他称,一方面是香港的口罩基本来源于内地, 当前供应量减少,而更重要的是众人在恐慌心理下的轰强造成。 如果按照正常的购买速度,香港的口罩供应量是足够的。 平时他只是摆一盒在家里,他现在要摆10盒。 如果大家都不去争,根本都是够用的。 我们一盒有50个口罩,都够你用过半月。 李国敏对未来香港的口罩供应有信心。 他称,香港是外向型城市,相信有多种渠道可以购买口罩。 其次,随着越来越多生产口罩的工厂、机器在港出现, 相信能有更为充足的供应量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